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3月25日的Bilibara Devotion 去到Lens的第17日 繼續講這個馬太福音第25章 上次就講到 在這個主耶穌在來的時候 時間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你需要來去警醒 那什麼為止警醒呢? 就要好像十童女那樣 那個聰明的懂得來預備 那什麼為止預備呢? 就是懂得overprepare 但是你就要問 那究竟overprepare成怎樣? 是啊,我不知道主耶穌再回來是什麼時候 也有很多炸壺 每一次炸壺的時候 或者每一次challenge挑戰的時候 我都會顯明我是 忍耐到底 我是來去謹守警醒的 那究竟 要多盡呢? 就來到第四個比喻 即是講完末世之後的第四個比喻 他就說天國好似有個人 去了外國 就叫他的伯仁給了家業 他們去託館 這個經文就很熟 又比5000 比2000 比1000 5000和2000那個賺了double 1000那個 就挖個洞 錢 過了很久主人回來 就跟他們計算了 5000和2000那個 給主人 賺啦 但是呢 去到這個1000那個 他就 說了 我都知道你真是壞人來的啦 狠心的一個人來的啦 沒有中的你都要收割 沒有散的你都要罪念 那即是 無中生有啦 所以呢 我就挖個洞 將他埋怒咯 主人就罵他啦 你這個又惡又懶的伯仁啦 你既知道我是那麼 Harsh的人 那你就應該去 將一些錢給前銀的人 等我回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來啦 跟著呢 就劈了那些錢 收回了 就給了一萬的 叫他有餘啦 沒有的就叫他所無啦 然後徹齒哀號 就在外面黑暗裏面 就來到他痛苦 每次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那個惡博 其實都頗慘的 即是你投資 你就會有風險啦 而有風險 可以是血本無歸啦 那這樣是 很make sense的一件事來的 還有那個1000那個 你用回現在的心態來講 他可能是最謙卑的那個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沒有用嘛 那就不做事啦 是不是呢 那你5000 那你就威了啦 那你2000又威了啦 譬如讀經 我不明白嘛 那 傳福音我又不懂得傳嘛 沒有口才 絕口笨舌 是不是呢 那你們那些 厲害的 那當然厲害啦 那我差嘛 我覺得最被原諒的 如果是他來到我們教會的話 就是那個1000那個 那5000那個反而我們會說他驕傲啦 但是為什麼那個主人要對他那麼harsh呢 那個主人是不是對他harsh呢 我自己是一個投資金融界的人 那對於錢銀好sensitive 對於回報非常之sensitive 那個5000那個2000 哇賺Double 當然是正啦 那但是譬如你27節那個廣道 你給銀行 兌換銀子 應該這麼說 那然後收回的時候 就連本帶你 那你看一下現在匯豐多少 聽說香港 你投 投資100萬 去活期那裏 那拿回的都是只有幾千元 如果你Below 100萬呢 你分分鐘還要收買手續費 倒貼 那但是古代那個金錢世界呢 就很不同了 那在第九日的時候我講了這個做生意的風險 和回報率是有幾大 那這次講這個信貨啦 古代的信貨 在沒有銀行體系 沒有政府監管的 古代 經營呢 這個借錢的活動呢 其實風險很大的 因為那個人如果死了 走了腦 你沒有Internet 沒有這個任何的東西可以抓到他 或者他破產 他搞不定 條數 那怎麼辦呢 那為了保障那些借錢 放數的人的權益呢 放數的人呢 通常就要收一個高的利息 俗語稱就是大爾隆高利貸 借親錢的人都是高利貸 當年 還要還30% 50% 甚至乎100% 不等 聖經裏面都有提過 當你還不起錢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你這麼高利息 基本上你都借了 基本上都還不到 除非你真的去做生意 那你借還不起錢 你就要賣了自己 你看到祖在創世紀的時候 約失 那麼埃及人 賣不起 糧食 於是就賣自己 尼希米記裏面 也有百姓 賣自己 最後賣給外邦人 就被尼希米罵那些 借錢的人 為什麼你不去 幫助你的弟兄 正因為 這個高利貸 對這個 借 那些債制 那個的 迫白 所以 所以聖經裏面 是不 喜悅 借貸這件事 甚至乎 你借給弟兄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收利息 猶太人聰明 所以他們就是 借錢給外邦人 然後外邦人借給猶太人 又或者用另一種方法 就是 我借錢給你 然後你還的時候 還油 還 這個商品 那就不是借錢 我收手續費 但是 撇除了 這些法律 各方面的時候 我們明白的背景 第一 他不是 去匯豐銀行 開戶口 收些銀雞利息 第二 在猶太人當中 為什麼借錢 是 不好的事情 是一個 非常之差 甚至乎 僅此於稅利的 一些罪行 但是 這個是耶穌的 比喻 簡單來說 我們說到現在 我們未必明白 簡單來說 就是 華爾街狼人叫你去做 你去搶錢 你去騙人錢 你去逼白人 你去打劫銀行 華爾街狼人中間有一段 就是 尼安拉德 叫他的銀行 你 拿起電話 跟他打 你跟他說 你買你的股票 你不要收線 直到他買 或者直到他死為止 我相信 我相信 當時聽 這篇 比喻的 那些門徒 或者是 族群眾 會突然間 霜一霜 耶穌居然會說 這些 原來主人 會那麼 你為天國 預備 你要overprepare 要去到多盡 我們說盡心盡勝 盡意盡力 去到最好 我自己的能力 極限 夠沒有 這裡說給我們聽 你要放膽一搏 搏到一個地步 好像打劫銀行 那條人 好像做大耳洞 做亡命之徒 做華爾街狼人 如果你不敢 打劫銀行 最後 你會切齒哀號 我投資經常都要 打劫銀行 甚至乎現在我想起 分享零修 也是一個 是一個 開始了半年 神不停去吹逼我 叫我分享多點 初初我一直都不肯 直到半年前才開始 現在神亦都會再吹逼 為何你不嘗試吃少點螺絲 為何你不嘗試 在語氣上不要那麼平鋪的秩序 為什麼你不嘗試改善你自己的Quality 說得好一點 你可能會是一個比較粗俗的人 但至少你說得有Point一點 不要浪費人時間又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求神幫助我繼續去改變 繼續去改變 但在同時這裡說到 說我們overprepare overprepare到一個地步是超級非理性的 非常之瘋了 但prepare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看下一段經文才講 明天先跟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收聽Bidi Bala Deo